另外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在中国的部分 中国大陆现在是要举债来救经济吗 他们在5月17号 要发行30年期的 这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要特别请教建勋 6月14号甚至还要发行50年期 这个30年期 50年期真的都是很长 甚至有人觉得说 发这样子的一个年限的话 是不是中共他根本没有 没有要还本的一个打算 其实中国大陆发行的 要依照特别的国债要救经济 所以有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一兆元这个金额之大 第二个是它的日期之长 这次发行的520发行的是 30年期的国债 它也有 接下来也会有20年期 20年期我们一般就是比较常听过 而且最夸张的是 6月份要发行50年期 所以50年期可能是什么 一个传家宝的概念 像我已经快50岁 我没办法到50年期到期 所以6月份的时候 这个50年期特别值得来做一个观察 大家想说 有没有发行过这个特别的国债 其实跟大家报告有 在199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 发表过一次 发过一次 再来是2007年次贷的时候 也发过一次 再来2020年新冠的时候 也发过一次 现在2024年又来一次特别国债 想说前面三次都有明目 这次明目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可能是为了救房地产 或者是救这个地方债 但是国家 中国的国家不会跟你讲 他是说他要投资高科技 是不是真的投资高科技 但我看起来 是要救房地产是比较多的 其实他们为了要救经济 在过去两三年 可以看到各种手段都用了 但感觉上还没有太大的起色 这一次不是说 发了400亿先行试水问吗 卖得好不好 跟各位报告 卖一分钟都卖完了 很厉害 卖一分钟都卖完 你要说这是不是带风向 也有可能是 因为他后面还有要发 9600亿的国债 所以他前面400亿 必须要造就一个 好像很抢手的一个样子 官方出来带风向是说 那是因为2.57的利率还不错 所以大家就抢着要 参加国家的建设 带出来风向是这个样子 但是中国要就是 要经济的复苏制度 可以说是颠簸难行 它不太容易V转的 颠簸难行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有一个新的经济数据 出来了 4月份的社会融资新增量 减少2000亿人民币这么多 什么叫做社会的融资新增 就是说不管是个人 家庭 企业 它整个融资的金额 是减少比去年减少2000亿人民币 代表了从个人到社会到家庭 大家都不敢去投资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数据 其实很多券商都会写 对不对 但是这些数据 或这些研究报告是被消失的 为什么会被消失 大概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管理者认为 这样的数据是 有违于党国的和谐 所以把它拿掉 另外一个就是被大量检举 就像YT或FB一样被大量检举 哪一个原因被消失不知道 可以知道的是 在这一次的 要救经济的过程当中 房地产可以说是海啸第一排 第二排就是证券业跟投信业 投雇业 可以说是第二排 整个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国家 竟然没有IPO的数字 二月没有IPO 三月没有IPO 到了目前为止前五月 它的IPO的量多少 年减了79.24% 都是年减七成 所以券商没有IPO 所以要砍什么 当然是砍IPO的部门 就砍投音部门 所以砍减薪 裁员 谁裁的最多 中金公司也是很大的一家券商 它不但降幅 这个25% 另外投行整个裁要三分之一 好 再请教建勋 其实为了要旧房市 要拼经济 其实在这一次 他们被称为经济沙皇的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他也呼吁地方政府 从开发商买下 未开发土地 跟未出售的库存房 感觉上好像要来旧房市 但是钱从哪里来 好 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他简单来说 他就是说叫地方政府 你先买这个烂尾楼 而且没有地方 地方政府 但是地方政府 他们自己本身的财政 已经很困窘了 所以中国大陆有祭出 一系列的组合权 刚才讲说 我们是超常债的国债 不是第一步 第二权就是 他把可以贷款的层数拉高了 本来是可以贷8成的 以下可以拉到8成5 利率把它降低 那就希望叫中国政府的 地方政府先来处理 但是这样子的做法 还是被很多外媒唱衰 就说你已经衰了一两年了 你到底可不可以救得起来 我外媒是打问号的 刚好今天有一个负面的新闻出来 就又有人爆雷了 为什么又是个幼稚 因为从碧桂园跪恒大之后 真的是一连串 就是一连串的整个 这次爆出来是谁 叫做亚居乐 亚居乐它是一个香港的上市公司 它的股价其实已经长年低于 一块钱港币以下 他这次宣告什么 他宣告违约了还不出钱 另外还有一个像说 迪玛的股份有限公司 也是被债券违约的一个情况 所以看起来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他是希望救 但是这个雷还是持续的再爆 根据统计说 中国的GDP的房地产产业 占中国GDP从2026年 会从25%会讲到16% 这搞不好是中国政府 有意要降低房地产的比重 因为房地产占GDP太多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这是中国独有的 所以他是不是有意的要降低 不管怎么样 至少你在打这个 在调整产业过程当中 有人失业就会造成很痛苦 最近小红书很红的 就是一个失业的求职笔记 一个40岁的房地产的人 原本是地产从业人员 对 她说我去104 或者很多人力行 我每天去刷 因为我要去找工作 但没有想到 我找来工作的是什么 都是叫电销的 再不然就是做家政服务 再不然就是培训去做阿姨 跟做月嫂 其实做月嫂还不错 男生大部分就是去做保全保安 所以做求职是真的不容易 另外我们再来看 最近热搜榜 还有一个特有的名词 叫做极限通勤 很多人都讨论 极限通勤到底是什么 你能够接受极限通勤是几公里 比如说我们 你说每天上班从住家到工作地方的通勤时间 像我有朋友是从新竹通勤到台北 我就觉得已经很厉害 但是这个很特别的是 他从山西通勤到北京 山西到北京 500公里 但是他至少不是每天 他是一个礼拜通勤一次 中间睡在哪里 睡在北京的车子里面 因为北京要租房子太贵了 你想说如果北京租在房子里面 那个小车子里面 我中间的刷牙洗点洗澡怎么办呢 这也是有学问的 一开始他跑去公园洗冷水澡 后来想说冬天这样也不是办法 后来他跑去 类似World Gym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可以刷牙洗点洗澡了 好 所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经济 他最近打出了组合拳 超长的可以说是国债 另外也是调升了贷款的陈述 至于能不能救起来 我们再慢慢的观察